日本媒体26号报道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将被开除党籍 取消人大代表职务 中共高层还会追究他 对前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 投奔美国领事馆的刑事责任 日本朝日新闻26号投版报道 本月上旬在北戴河召开的非公开会议上决定 开除薄熙来党籍 报道引述可以接触与会者的中共党内人士透露说 这次会议中还准备剥夺薄熙来人大代表的资格 报道分析 开除党籍处分意味着薄熙来的彻底垮台 未来薄熙来还会面临被追究 对前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 投奔美国领事馆的刑事责任 预计这个决定将会在18大召开前举行的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正式公布 报道分析 开除薄熙来党籍的决定 是力挺薄熙来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与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之间较量的结果 这意味着占据优势的胡派 在调整新的最高领导层人选上 也将保持影响力 尽管江泽民一派反对严厉处分薄熙来 并试图以处分问题上部做筹码 换取新领导层人事妥协 看来并没有发生作用 报道也分析 胡锦涛目前还在力争将目前9人政治局常委削减到7人 主要原因是主管司法公安的周永康与薄熙来关系密切 今年3月薄熙来因前重庆副市长王立军闯入美领馆 而被撤销重庆市委书记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要职 本月20日薄熙来妻子谷开来以杀人罪被判处死缓 新唐人记者林平综合报道 避免